今天谈成功 事业上的成功容易鉴别 容易评价 人生的成功不容易评价 我离开哈佛有八年了 每年我都争取回去 因为我每次回去 见到哈佛的教授 那些同学 每个的同学 我就会觉得 他们对人生的理解 和我们现阶段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人生活的 这种平衡 balance 更重要 有些时候会为了生活 而放慢一点事业的脚步 会更为了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家庭 或者自己的爱好 来努力地花时间做一些什么 所以您作为中国的成功人士 事业上毋庸置疑的成功人士 您是怎么看待你的生活 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 您是怎么来处理你的生活的 是它变得 是你成功人生的一个部分 我的生活这样安排的 第一个不看电视 不好意思 您这电视节目都没看 是吧 我现在还没做电视 还没做电视 第二个呢 我老婆规定 平时都可以出去 从星期五的晚上 到星期一的早上 再在家家里面来 陪着小孩 我们一般不在城里面待 都在乡下去待 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天天在家里面 陪着小孩踢足球 陪着小孩 看看这个算数作业 就来陪着 所以呢 你看我这个周六和周日 从来不出来 最重要的活动都不出来 就是从星期五的晚上 所有的时间 就交给家里面人了 有来一次有个朋友 就是写这个手机的人 叫刘正勇 就跟我说 说是星期六的话 要约我出来 我说星期六出不来 在家里面 老婆不给请假 他说你在家里面 能够走动吗 我说可以走动 说你不是相当于 坐监狱 没戴手铐吗 是吧 然后我说是 一开始的话 确实有点不习惯 我记得我老婆 不让我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特别不习惯 所以都没办法 我到我的吉普车上面 装了个电视 我说家里面不让看 咋到吉普车上看 现在也习惯了 也不看电视 周周末的话 从来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跟那个家庭和生活的平衡 我还算做得不错 你还是认为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认为 它非常重要 你当时这个家庭的选择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从跟我老婆 结婚之后 就严格地执行这个纪律 是吧 当然一开始 不是特别的习惯 是吧 你像我这一个 土生土长的 他刚才还说了 我上过哈佛 只上了一个星期的 一个培训班 是吧 这个东西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 我跟我老婆呢 是两个路子啊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美国有本 纽约客的杂志 上一次给我们写了个 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 说是一个英文单词啊 我们俩都是龟 我是属于这个土鳖的龟 我老婆是属于海龟 所以这两个品种 是完全不一样的 走到一起的话 前几年时间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现在越来越适应 我觉得这个人 就应该是平衡的 老潘 我觉得你这个 很多的选择 都是被别人迫使 你比如说 你说你要送月饼 你老婆说 这全就不归你管了 然后就不归你管了 你们也是联合CEO嘛 callCEO嘛 对吧 你怎么全力说 现在不call了 就归他一个人管了 对 他说不call就不call 这是第一 然后呢 说星期六 星期天不让出去 就不让出去 说不让看电视 不让 你是怎么就那么怕 我觉得你们俩的关系 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 其实呢 我们呢 就是表面上看了 是我来服从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各种各样过程中 都有一个 很好的磋商的过程 就是看 就是 像周周末不出去 有什么好处 你现在回过头来 如果是周末天天出去 得惹多少是非啊 是吧 另外呢 就是喝酒啊 干这些事情 我觉得都都是 没有太多的意义 他不让你出去 还是有一个 说服的过程 是这个意思吧 现在越来越不用说服了 就直接就不出去 我说此前嘛 另外比如说不看电视 这什么道理呢 他觉得人要独立思考 你看电视的话 跟着王立峰走了 是吧 他说的话 别个什么东西 说得好 你这个思路的话 就跟着他走了 所以这个人呢 就安静下来 独立思考实际上是特别重要 这此前你不知道这样吗 就得让他教你这个吗 他说的对的话就得听啊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你说天天看电视 不是你做电视的 咱不能贬这个电视了 对吧 其实电视也是一种 声音和信息的来源 我觉得这就做得有点绝对 我们这个时代不缺信息吧 缺的是独立思考 就是你能够在 这个安静的环境中 去独立思考 你这过程 就真的没有 被逼无奈的这个过程吗 就是就好像最后是 星月成福的 这么就接受了 我觉得这接受的也挺难受的 这个步那个步那个步 这就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 就这几个步啊 没有别的步 这几个步就够大的了 一周限这两天了 我相信潘总是享受到了 这种约束下的真正的自由 对 人呢还是要有纪律性 是吧 所以我们得执行这个家庭的纪律 你们家庭还制定了一个纪律 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这个 星期六星期天不要出来 肯定是不出来的 肯定不出来 所以你看你那请了几次我 你老安排的活动 星期六出不来的 你一出来就违背家庭纪律了 他也不出去 他也不出去 我们都不出去 意思的 好 大家接着问 就是问一个困惑的我的问题 就是说 应该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答案 就是关于成功的标准 比如说 就是说我和你 我是在读了很多很多书 很多很多学校 中国的学校 美国的学校 然后呢 然后一直在学术签里面 就做学问 这个 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似乎我们还比较成功 从学术角度讲 但是从另外一角度讲 谢谢你们房地产 我在北京 连房子都买不起 所以说就是困惑 同样的就是说 我有我的同学 当年呢 我们大学毕业以后 他就直接去做医生起来 那么我呢 去继续这个读书读书 那么现在从物质条件 讲的话呢 他们这个比我好得多 这个似乎也成功多 所以我就困惑 那么我对我的学生 也不敢说 这什么叫成功 所以我就想 看你有什么看 就你对这个问题 怎么看吧 成功没标准 千万不要去限定标准 你这个成功 只要咱们再说上一个标准 一定你觉得是偏离了 前一段时间 有个教授 给他的学生说 说是二零几几年 二零二几年 还是二零三几年 不是 是说你 毕业一年 多二年之后 二十岁的时候 如果是你赚不到四千万 就别来见我 这个实际上就是太狭隘了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是衡量的标准 是这个人能够得 是不是能够赚了多少钱 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头衔 这样的话 你说出来的话 全都是错的 要不这个成功的话题 实际上是一个 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我记得我在两年前 差一点犯了个错误 有一个出版商 叫了吴小波 过来以后安排了他老婆 给我要出一本书 然后他们安排了好几个人 我们都要谈了好几次 把我原来写过的东西 要拿出上一本书 我还高高兴兴的 就整个的热情 我就在不断地写 不断地整理 结果有了一次 他带着他老婆到我的办公室来 就说是我们已经出了一本书 叫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唐俊的一本书 说是非常畅销 很成功 说你看这几个要素都有了 年轻人喜欢成功 另外呢 就是不光你成功啊 还可以复制 所以成功是复制的 说你看这个题目起得多好 然后他给我说完之后呢 我就给他们说 我说这本书先来听一听 这个整个的对成功的理解啊 跟我的理解 有了一定的差距 结果吴小波了 结果打了好一次电话说 说今年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全靠你这本书做 做个马羊 就说你这本书出了 我的马羊才能够够 你赶紧把这本书出了吧 我还是说等等等等 结果最后没过几个月 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出问题了 所以呢就是说 你对这个任何一个事情的理解啊 一定就是不能够偏离你的价值观 你如果是一偏离的话 就可能会出问题 老潘你后来有没有在任何场合 在自己见到过唐骏呢 在成功可以复制之前见过好多次 成功可以复制之后呢 就没见到 就没见过 那如果要是再见到过呢 你会再跟他说这个故事呢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都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他的想法 他呢经过了大家这个质疑以后 他的心理一定会比较成熟了 是吧 对成功的理解 我觉得你下一期 还不如把唐骏请到这地方 给你讲一讲 因为他呢是经过了大家的质疑这样一个过程 他呢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我们也有这个计划 但是他始终不接电话 你觉得不接电话是个什么心态呢 一般来说 我也不接电话 我的电话了 从来都没有放得开的状态 就是接个手机短信什么东西 不接电话你给他发个手机短信 我们外联也发了 也发了 但是也是没有 我估计是还没有想到你这么成熟吧 这个是一个 就像唐骏经历的这个事情 他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我觉得对他的成长 他的这些经验 这些思考 拿着出来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话 特别宝贵的 特别宝贵的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跟唐骏说 其实你要来诚心的 真诚的 跟大家交流你的整个思想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次 一次议会 我觉得蛮好的 如果是你能把他请来的话 我可以坐到下面 听一听 真的 那咱们一言为定 好 那太好了 那这个唐骏有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做他的第一听众 是吧 我们今天因为是谈的成功这样一个话题 好 我们接下来其他 就是成功 你认定的这位姑娘是成功人士 让你提问 潘总你好 我这儿呢有两个比较轻松而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你当时想做这个房地产吗 然后你那个职业规划是什么 我其实这个问题就想问你 年轻人是怎么做自己的职业规划 然后你的这个职业规划 你为了实现它 你付出了什么 就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刚刚说了礼拜五晚上到礼拜一早上 你的这个行程安排 我是想知道 你从礼拜一早上到礼拜五晚上 你是怎么安排你的工作的 你能给大家描述一个你的典型的一天吗 好 我在他回答这个问题 你稍微酝酿一下 这唐俊要是星期六星期天来 他对人唐俊 他要是星期六星期天来 你坐在底下吗 我先给你定好啊 就得你直接给我老婆去请假了 是吧 看来还是有特殊通道的 好 你给了我一个方法 好 您回答他那个小时候想做房地产吧 我觉得也没有 不可能吧 你小时候都不知道北京在哪 小的肉 多少岁 我觉得就是14岁半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14岁半我一直在一个山沟里面 而且这个山沟呢是两面大的山 也不知道这个山叫什么名字 我们小的肉就叫东山和西山 在我们这个葱子的地啊 大部分地在这个西山上面 西山特别高 我应该是12岁13岁的时候 经常在这个山坡上面去干活 每一次干完活 累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就坐坐了下来 就看见前面有个卫河 卫河边上有一个火车洞 火车就穿过去了 每一次我就坐下来想 我说我这辈子不能在这个山沟里面 这山太大 我一定要出去 如果出去的话 一定会从这个火车洞上面穿着出去 这个火车洞穿出去 我就从地图上看 宝基 陕西 河南 北京 都在火车洞的在这一边 我天天琢磨着要从这个火车洞里面穿过去 所以这个是我12岁吧 12岁12岁半的时候 特别强烈的愿望 我说可不能在这个山沟里面呆呆着了 然后13岁14岁的时候就住校了 上中学了住校了 住校了以后 那个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 另外就是也吃不饱饭 所以这个饥饿跟学习的压力大 学习的压力倒不是特别大 最关键是我听不懂普通话 因为我们这个山沟太大 我们讲的土话 跟这个山外面的人讲的 就是上中学的地方 讲的话不一样 我们也不敢开口说话 就是在这个班上面 我们这一说话 这些同学是能够听得懂的 就我们这个发音特怪 是吧 就人家声调我们是降调 人家是降调我们是声调 他在班的同学老笑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十三岁 十四岁的时候 就是主要是住了校的生活 可是阴差阳错的 我从这个山沟里出来的时候 没有从这个山洞出来 从小满的方向走了 从兰州走了 我是先到兰州去了 才能出来 所以前不久呢 我跟贾战哥在谈 我说是我小的时候 最大的愿望 就是要从这个山洞里面出来 结果贾战哥说特有画面感 你说我给你拍电影 说这太有画面感了 他自己呢坐着飞机 找这个山洞去了 说是找着这个山洞 把你带过去拍 说这就是励志片啊 那年轻人来说的话 太有意义了 结果他去一看 给我打电话来说糟糕了 这山洞啊 让开发商建房子给挡住了 然后说我再找个山洞吧 他又翻了个山洞 其实这个就是前一段 拍这个山洞 不是这个山洞 他又去拍了一遍 那我就想知道 你现在还有那种愿望吧 就是说你在12到14岁时候 想出去 如果说就是你现在 跟他的想法一样呢 如果说你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其实呢就是 我觉得就是 一直想了就是不断地 穿过这个山洞 可能到了北京来的话 就觉得我能不能到美国去看看 能不能到哈佛去看看 是吧 所以呢这个哈佛 尽管我上学只上了一个星期 可是我去了四五次 到了哈佛去 然后能不能到英国去看看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直在 在那转了这个山洞 其实不光是地理位置的山洞了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问题 能不能转得过去 还是不断地有这个想法 那您知道您穿过这个山洞 想做什么吗 您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吗 没有这个职业规划 我小的时候呢 大概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啊 我就想做电工 因为这个电工呢 也不是我的愿望 是我叔叔说 说是我们冲子没有电 迟着我们冲子会有电的 你看这些老农民 他装个开关啊 什么东西他不会装 说是你呢 这样的身体啊 到地里干活的话 个子太小 没有力气干不了活 所以你要是学着做个电工啊 装个灯泡啊 装个开关啊 轻松 再活轻松 所以我叔叔呢 就老给我教啊 什么正极了负极了 怎么样去做 怎么去装这个开关啊 做这个灯泡啊 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叔叔说啊 你以后的职业规划 就是做个生产队的电工 当时我也觉得也挺好 其实我心里面的愿望 是想做个厨师 但是饿着 只要从食堂经过 就觉得直流口水 我现在做梦的时候 只要梦见这个吃的东西啊 一起来的话 枕头上又湿了 是吧 吞了这个直流口水 小的时候饿怕了 其实老潘 他刚才问你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两重世界 实际上你的整个人生的成长过程 它其实和所谓的人生 职业规划 根本搭不上边 它能有什么职业规划 虽然是到海南去 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存的需要 可以这样讲吧 其实说能够挣点钱 能够摆脱这个生存的这种困扰 我顺着他这样一个问题问吧 实际上他实际上是想问 就是人生需不需要计划 因为他这个哈佛校园里 出来的这个同学们呢 他可能是更正规 更有程序化 和你这样的这个土生土长 然后完了是用自己的一种 就是本能的智慧 然后去克服眼前那样困难 他说两种思维方式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跟他们说说 你的这个过程 可能会好一点 哎呀 这个说的话 我觉得见到哈佛的同学 我觉得哈佛的同学是 经过层层的筛选 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 才去了哈佛 哈佛又来经过这样 很好的教育 我有的时候好像觉得 仰着头才能看到他们 你现在一看都是 对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的做法可能跟那大家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说做任何事情 先要去做 在那行动的过程中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的话 要了及时的去思考 要了反省 做的对还是错 不光是自己去反省 还要跟周围的人去交流 反省 你有什么的意见 我这个做的对还是错 然后跟那所有的合作伙伴去反省 反省完以后 再去行行行动 行动完以后 学习 在那反省 就任何一件事情 不是说这件事情 我们做一个月的再说 天天都要行动 学习 反省 行动 学习 反省 要天天的 在那白板成这个循环 就天天在学习着 天天在行动着 也天天在反省着 人家哈佛的是一样的 我这里头加一点 因为它这个校友会 可能我们从外头看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校 其实它里头水 还是很深的 如果哈佛有些学院 是叫professional 专专业学校 可能他们的老师 看的这个学生 更在乎有规划 因为一个职业的学院 它更愿意说 在我们人类知识边疆以内 用得最好 增加你成功的概率 提高效益 但是哈佛甲说 真正住一个大学 就说我们人类的知识的边疆 再往前拓展 那可能是没有定式的 所以它有一个学院 叫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叫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 这里头两个 就明显地让人 他培养的一个性格 就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 但是到知识最边疆 是艺术在先 还是科学在先 有的时候你要深层地想 是很难的 即便我们今天到了知识的最前沿 量子物理 它也不是爱因斯坦跟牛顿的决定论 它是个概率的问题 所以跟那个 如果我们这个 跟我们的启发的话 跟潘总这么走过来这一生 他到一定的时候 他最后 不时他要面临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然后这一步 他可能是凭着直觉在迈一步 但我们回过来说 可能这些东西 我们经过总结了以后 我们可能认知会高点 然后我们人类的知识边疆 可能再往前拓展 所以它这个互动的过程 也非常的关键 我们今天把它请过来 我觉得听得非常有启发 潘总如果我们说 那边有一个学院 叫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 这个我们中国 好像还没有那么一个学院 在大学里头 从你的经验里头来说 你说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的大学 要办好 一流 知识边疆拓展 然后你的 奋斗到了今天 你觉得对我们有启发呢 还是就说 我们目前自己做的事 就这样就行了 我觉得就像一个黑暗的空间一样 就是这个空间呢 很大 如果是也没有灯 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我们人类的知识 能够了解到的 就是像一个手电筒一样 打了一束光 这个光的这一块 我们看清楚了 上面有个灯啊 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比起 我们这个房子的大空间来说 这一束光的空间 占的非常的少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 只是手电筒照亮的这个空间 更多的知识 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呢 就是靠我们的艺术 靠我们的诗歌 靠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情感 去去了体会 可能是一幅画 去去了体会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要研究已知的空间 更要了解未知的空间 而且了解未知的空间 可能比研究这个已知的空间 要了花费的精力更多 而且这个未知的空间 你没有多少目的性 就是不断地探索 探求真理 我再接着追问一个问题 刚才因为不少说的 成功跟自己的生活 包括跟自己亲近的人 各社会亲近的人 如果你现在要支持一个大学 把资源投到一个大学 大学里头在人类历史上说 比如说法国的一个思想家 卢硕 他对自己的家里头 基本上是很不成功 但是从人类的思想里头 这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从加里瑞瑞跟牛顿来说 他可能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跟社会 人跟人的关系 他不是特有关系 当然从人类历史来说 他就是个巨人 像面临这样的一种人 你作为一个支持大学的一个人 你大概如果你是校董的一个成员 你会跟我们的校长说什么 跟我们的学生说什么 投资一个大学的事情 我从来没考虑过 想过投资小学的事情 而且就不断地做着 不断地做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经验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没想过 所以也没有什么答案 等我以后万一要了想的话 咱们再私下聊 好吧 我觉得你就把这个当的 你下一个隧道 要钻过去的隧道 我等着你钻 对 他这个隧道是发自内心的 一般来说 可能从外面的要求 可能还不太一样 基本上是发自你内心的那感觉 来 您请 接着刚才潘总您讲的话题 教育 我记得王主播之前 有一个我们主持的 谈了一个很好的话题 就是教育 中国的教育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 我觉得成功 必然要谈到教育 特别是我想您在座两位 刚才也谈到小孩子读书 比如择校 我们作为一个 比如说这个年龄的人 可能要考虑 如果你已经成功了 那么你怎么样来 为你的下一代选择一个成功之路 比如说 我自己现在很纠结 我们自己也是上北大 清华 或者是科大 然后在哈佛 中外的名校全部都读了 头上的光环也是够多的 但是我觉得 并不一定能够代表 一个人就成功了 他有很多这样的学位 那么最重要的是 像您讲的 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来衡量成功 那么从您来说 您已经是可以说过来人了 您刚才谈了很多成功经验 实际上 对于不成功 或者正在走向成功之路的人 不一定适用的 因为你过了人以后 你可以说很多 比如说谦卑 或者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心态 但是当你没有成功的时候 实际上你不是名人 你不能走你这样的路的 不能这样做的 所以我说 如果你要是为你的小孩子 打造一个成功之路 比如说从小学开始 您是选择 是中国的教育呢 外国的教育呢 因为您刚才讲 您跟您的太太是 土别派和海归派之结合 这是很美妙的 但是你的小孩子呢 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 也有这样的一种结合 那么是读中国的学校呢 还是国际的学校呢 还是按照 因为我觉得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教书不育人 这还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您来说 如果你有选择 你的小孩子 你是怎么样打造他的成功之路 教育的话 我还是相信孔子说的一句话 就是有教无类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心中 每一个人的头脑中 都是一个丰富的宝藏 只有通过教育的话 才能把它挖掘出来 你这个人就是潜质在好 如果是没有通过教育 是挖掘不出来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对我们家小孩的教育方面 我跟我太太的观点 是截然不一样的 我太太就说 说是我一直在国外读书工作 所以缺的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就是让我们家的孩子 上了中国的学校 一步一步上 上中国的学校 我呢是从来没有去过国外留过学 所以呢就特别 特别向往国外的这个环境 我就一定让我们家的小孩 上国际学校 能够出国的话 就来尽快的去了出国 这个是 完全跟了大家想象的相反 这个问题上 你占了上风 我占了上风 而且呢这个最后呢 就是这个背后 我们在做这个选择的背后的意义 就是看到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越来越是一个大的家庭 就是说语言要统一 我们的思维方式要统一 包括以后经济发展 我们的货币要统一 国界民族宗教信仰 都不重要了 人类就是一个大大家庭 而他们的这种思维习惯 这种做事情 带人接受的方式 一定要能够让这个全世界的人 去了接受 让我的这种方式呢 就太本土化了 太是我们冲子里的做法 而且人呢年纪越大 越怀念冲子里面的做法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是要让小孩下一步发展 一定呢 他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人 他的语言思维习惯 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的人 这样的话才能有出息 按照你这样的说法 就是那个下一个潘石仪 肯定不会出现 就是下一代的潘石仪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成功呢 只要他觉得幸福 就觉得他的生活有意义 就够了 而不是比呢 说是达到了一个什么社会地位 是不是 达没达到清华精管学院的院长 这样一个身份 达没达到 说是这个身价是多少钱 多少钱 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不能够成为成功的标准 我觉得有一点补充一下 刚才您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任何小孩子的 他的前途和成功 都不是由父母来打造的 如果没有一个 强烈的内心的愿望 他就是老潘 要钻出那个洞的 那样一个愿望的话 他这辈子 你跟他把路铺到多好 那都不是他 他不会成功的 我觉得 所有的成功 都是发自自己 内心有一个发动机 这是最要命的 其实对这个小孩来说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 不光是小孩 包括对我们大人来说 就是 应该是尽量减少 这个推的力量 说是推着 你必须要达到什么东西 达到什么东西 而前面要有个吸引力 这个前面的吸引力 最大的吸引力是美 美的吸引力 你如果这个心目中 有美好的情感 有这个 他能够把知识 看成一种美 如果是有前面 有一个美的吸引 他这方向就 就就就 就他不会错 那我就特别想问你 这个美的构造 你是怎么跟他描述的 你跟你们家 让让说 知识是如何美 或者说前方如何美 这个呢 就是要 要不断给他灌输 是吧 一个诗歌如何美 一个话如何美 一个数学方程式如何美 一个姑娘如何美 是吧 就是他要千帮百计的 受这个美的吸引 这样的话 他这个身上的潜能 就就就了 发挥锤了 你天天推着他 说把这个数学题做完吧 他越做越烦 越做越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